新華網北京12月19日 發電文 中共中央辦公廳 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黨員幹部帶頭 推動殯葬改革的意見和發出通知 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 這是命令 第一 殯葬改革是打破一千年的舊封座 樹立一代新風氣的社會改革 關係到人民群眾切身的利益 關係到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 關係到黨風 政風 民風 為了發揮港大黨員幹部帶頭示範作用 進一步推動殯葬改革提出要如下意見 第一 深刻認識推動殯葬改革的重要性和急迫性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積極創造下 在各級的黨委和政府大力推動下 港大的黨員幹部帶領了群眾積極實行火葬 改革土葬 革除喪葬漏逐 建立文明之見 扮喪事的新風氣 殯葬改革已取得明顯的成效 但是在近年來 很多喪葬漏逐死灰復現 封建迷信活動重新活躍 突出表現在火葬區遺體火放率下降 骨灰葬官再葬的問題突出 即將骨灰拿出來再放到棺材那裏 再放離土葬突出 土葬改革區亂葬 濫用那些農地出現嚴重 浪費了大量的自然資源 破壞了生態環境 重臉厚壯的風氣盛行 盲目攀比 奢侈浪費現象滋生蔓延 加重了群眾負擔 小數黨員幹部甚至各別領導幹部 利用喪事活動 大搞大辦 直擊斂財 熱衝於風水迷信 收造大慕寵豪華的墳地 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 敗壞了社會風氣 這些現象急切要整治 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 是疑風逆軸 發揚社會主義新風氣的應徑責任 是推動文明設計自喪 減輕群眾喪葬負擔的重要途徑 是加強黨風政風建設 樹立黨和政府良好形象的必要要求 是解決人口增長和資源環境矛盾 造福當代和子孫後代 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充分認識 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將一步統一思想完善政策措施 逐步形成黨員和幹部帶頭 港大群眾參與 全社會共同推動的殯葬改革良好局面 這是第一個命名 第二個命名 充分發揮黨員幹部帶頭作用 積極推動殯葬改革 第一 帶頭文明接見辦喪事 事立時代封上 黨員幹部應當帶頭文明治喪 減辦喪事 要在殯儀館或合適場所集中辦理喪事活動 自覺遵守公共劫序 尊重他人合法僑益 不得在居民區城區街道公共場所 達建靈棚 採用佩戴黑沙白花 播放哀樂 發放生平等方式哀悼誓者 自覺抵制迷信低俗的活動 除了國家另有規定外 黨員幹部在去世後 一般不成立自喪機構 不召開追悼會 舉行遺體送別儀式 要嚴格控制規模 力求節約減博 對於死者的生前有喪事重感願望 和要求的家屬親友和所在單位 應當與充分尊重和支持 嚴禁黨員幹部 特別是領導幹部 在喪事活動中大搞大辦鋪張浪費 嚴禁直擊收斂錢財 第二 帶台火葬和生態安葬 保護生態環境 在人口囚密監地較少 交換方便的火葬區 黨員幹部去世後 必須實行火葬 不得張北斐莊官再葬 不得超標準見無立碑 在暫時不具備火葬條件的土葬改革區 黨員幹部去世後 遺體應當葬在公務內 集中安葬 不得聯絡葬 無論是在火葬區或在土葬改革區 黨員幹部都應該帶頭實行生態康葬 採取骨灰存放 樹葬、花葬、草坪葬等 節省地的葬法 積極參與骨灰撤散 海葬或身為不留墳頭 鼓勵黨員幹部去世後捐獻器官或遺體 少數民族黨員幹部去世後 尊重他的民族習俗 按照有關規定予以安葬 第三 帶頭文明低碳祭數 傳承先進文化 黨員幹部應該帶頭文明祭墊 低碳祭數 主動採用競獻鮮花 直樹綠化 搭清搖祭 經典中毒等方式免懷故人 洪洋腎中追遠的優秀傳統文化 不得在林區、景區、禁火區 領域內焚燒此前 延放鞭炮 積極參與社區公祭、集體公祭、網絡祭數等 現代追思活動 帶頭祭數先念 帶領群眾逐步重注重實物 祭數主義度與精神傳承為主 帶頭宣傳倉套笨在果格 雲揚身風正氣 黨員幹部要積極主動宣傳殯葬改革 加強對親屬朋友和周圍群眾的教育引渡 及時獻了不良治喪行為 自覺抵制陳規漏逐和封建迷信活動 創造文明身風 各級領導幹部要加強對直系親屬 和身邊工作人員喪事活動的約束 積極做好思想疏到工作 對不良傾向和苗頭性的問題 要做到早提醒、早制止、早糾正 決不允許對違法違規、殯葬行為 停止任之甚至包庇中容 第三 大力營造有利於殯葬改革的良好環境 就有兩方面的 第一 加強組織領導 健全工作機制 各級黨委和政府 要將黨員幹部帶頭推動 殯葬改革作為促進社會主義 精神文明建設的生態文明建設 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強黨風政風建設的重要內容 擺上議事日程 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部門協助 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 堅持與黨員幹部帶頭為引領 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參與殯葬改革的自覺性 組織部門 要注意掌握黨員幹部治喪情況 加強對港員幹部的教育管理 宣傳文明版等部門要做好殯葬改革 宣傳引導工作 發展改革 發展改革 公安、民政、財政、人力資源、社會保障 國土資源、工商、臨烈等部門 要各施其職、密切、配合 加強基本殯葬服務 供給如善為民殯葬政策措施 規範殯葬服務市場秩序 督促黨員幹部破除喪葬漏續 加快推動殯葬改革 工會、共青團、婦聯等人民團體和基層黨組織 村居民委員會和紅白理事會、老人協會等等社會組織 要充分發揮作用 廣泛動員群眾積極參與殯葬改革 第二小點就是注重統籌規劃 提高保障水平 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立足實際 制定和完善殯葬事業發展規劃 明確殯葬改革目標任務和方法步驟 並立入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 根據人口、監地、交通等情況 科學劃分、火葬區和土葬改革區 統籌確定殯葬基礎設施數量、佈局規模和功能 加大投入重點完善殯儀館、骨灰塘、公益性公務等 基本殯葬公共服務設施 逐步形成佈局合理 設施完善、功能齊全、服務辨設的 基本殯葬公布服務網絡 為推動殯葬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3. 完善法規制度、強化監督管理 加快修訂殯葬管理條例 健全基本殯葬服務保障、殯葬服務市場監督 喪事活動管理執法等方面制度 中一步健全和規範對亂葬、亂埋、違規、建務等行為的行政 強制執行制度 積極建立殯葬改革、激勵引渡機制 實行生態安葬、保等獎勵政策 加強監督檢查、強化責任追究 對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 在喪事活動中的違紀違法行為 要依己依法嚴肅查處 4. 加大宣傳力度、做好輿論引渡 充分利用各種媒體和傳播手段 深入宣傳殯葬法規、政策、普及科學知識 創造文明設見、生態環保、移風逆族的殯葬新風償 大力宣傳黨員幹部帶頭推動殯葬改革的先進典型 傳播正能量、充分發揮媒體監督作用 曝光負面案例、努力營造有利於殯葬改革的良好氛圍 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望照本意見精神 結合實際制定半次落實的具體措施 這個是中央政府和國務院辦公聽出的公告 這個是中國人走向美性思維的精神聞名一面 近年實在大陸那邊的喪葬是很誇張的鋪張 臨死說為何要搞汪樂死呢 給你無良醫生跟你轉動 又用藥又拖到你死為止你已經欠了一身債 你不欠人一身債你的息束用了七七八八 好了他臨死一搞這個喪事活動就麻煩了 搞十天八天的 那要借錢來搞 搞完之後就將錢的家庭貓田 那一間房子都抵押借錢了 所以我們那時候搞扶貧 我和部長說的大哥搞完回去再視察又窮的一班人 因為一個結婚一個死人都是嚴重的 是啊 有個問題